大家好,我是陆可然 今天来拍第二张专辑的MV 这次有古装 上次是穿越未来 这次穿越回到古代了 希望今天拍摄一些顺利 早点收工 又是冬天拍MV 加油哦 第一个场景 现在就是可以看见 这个上面挂着白色的布 然后写的都是 同志友歌里面的歌词 像漫天谎言 人手誓言 还有好多 歌词的话 其实是讲的这个故事的人物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主人公还是感觉 比较隐忍且坚定的 他的眼睛还是很清晰 没有变成红色的状态 所以不管是士兵 还是图片上呈现的 都是比较稚嫩气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去展开的 不管是从他眼睛里 还是从他内心里面 他是其实是一个 对他想守护的诺言 或者是他想守护的誓言 就是比较执着的一个人 然后现在穿上这件衣服呢 就比较素 跟后面的一些服装 还有场景装啊 有着差别的 现在是比较乘着冷静的一个状态 2 1 Action 现在这个风格是一个杀手 那种俄罗斯女杀手的感觉 都是输着这种 油头 头帮硬 对 真的是帮硬 涂了一整屏 那个什么来着 褶梨 整张专辑的故事是串联在一起的 就跟之前的影啊 还有刃 都是有连接的 之前和MV团队开会讨论的时候 就有聊到这个情节部分的设计 它是像影子一样 穿梭在黑夜的无情的杀手 所以MV里突出了比较酷的工作肩啊 打戏片段 以及他很厉害的装备 有枪啊这些 也有串联几个人物的器具刀刃 刚刚就是在做一个看着那个手枪 然后上膛 然后擦枪 这样子一个部分 我们就准备去追捕这个通缉犯了 现在这个MV的场景呢 跟我们第一个MV Waiting for You的最后一个结尾啊 是相互呼应的 就是最后那个吹蜡烛的那个 也是一个屏风 对 这个场景进行了部分舞蹈和打戏部分 主要是暗色的氛围来凸显 逆流的觉醒 爬上心头和眉梢的这种感觉 人物故事也是从这边开始的一些变化和转折 是杀手正在打架的那种画面感 刚刚从基地去找通缉犯 对然后找到了跟他打架呢 看见我的编码了吗 杀手都有编码的 1107 我的编码的代号 云光一颗沙的记号 橙白都还未解放销 往穿日夜才寻找何去带都是风暴 哦哦哦 放不下的执念不断将我燃烧 鬼梦河山那颗星变莫在混淆 夜下的路条条 乘着木色更好 你留的决心就这样爬上眉梢 一二三 最后一个就是一段打戏 对然后跟黄大老师有一段厮杀 感受就是说打戏比跳舞还要难 其实它不仅讲究节奏 还得就是这个动线啊 其实很难的 他们的叫声其实是一个动词 告诉我他们要上了 啊什么的 其实这个长镜头是同这个 主人公在城墙之上的复仇场景 最后会有一种那种大仇得爆 如是重负 支撑艺人的那种孤独感 希望在MV预告里面放出这一段 能给大家一些惊喜吧 这次第二张专辑的歌 我觉得相比第一张专辑 难的地方有很多 比如说在舞蹈的难度上 我觉得有增加 然后在我们造型服装上面 也有变化 然后在设计这个MV的节奏吧 一些故事也有变化 这次也增加了打戏 对 也是第一次尝试 然后包括妆容上面 也是有一些变换 相同的地方就是都很冷 不同的地方就是 在各种环节上面 都有增加难度 对自己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解锁了像新的技能 来 受工了 太好看了吧 太牛了吧 太好听了吧 舞蹈太好看了吧 大家晚上结束了 按我刀呢 拜拜